根據MF與巴基斯坦政府的協議 國際貨幣基金原本暫時扣住 大約三十億美元的紓困貸款 將會予以放行 第一批的十億美元 將在這個月交給巴國 不少小市民也相當正面看待這個發展 消息傳出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巴基斯坦股市大漲 奴比匯率只跌回升 因此有分析師就認為 IMF截動紓困貸款 正面效益比想像中還要大 但問題是六到九個月過了之後 巴基斯坦的經濟問題依舊存在 日本的日經新聞指出 除了2012年下半年的洪水災情 重創名聲 全球通貨膨脹 也沒有放過巴基斯坦 加上官僚貪腐 造成政府債台高足 公部門的流動性準備 也就是現金存量 一度降到只剩下三十五億美元 只構成一個月 六月底才有小幅回升到四十億美元 從2008年金融海嘯的教訓可知 當IMF、歐洲央行放出貸款 給所謂歐珠五國的同時 也迫使接受紓困的國家 嚴格遵行准結措施 巴基斯坦這一次當然也不例外 IMF要求巴基斯坦大幅調漲能源價格 其中油價要漲百分之四十五到五十 電價每單位也要調漲三點五到四魯比 不只生活成本上揚 八國政府為了爭取國際支援 還大幅增加壽星階級的稅付 日經新聞指出一個年薪三百六十萬盧比 大約等於新台幣四十一萬的技術工人 每年要交的稅接近新台幣五萬元 稅率超過百分之十二 通膨加上增稅 分析家認為可能會引發政治動盪 因此就有分析師認為政府該做的不是提高稅率 而是要擴大稅積 例如享有很高減免稅額的軍人 公務員和司法官 讓政府每年少收了七千五百億盧比 相當於新台幣八百五十四億元的稅收 如果能把這個洞補起來 授薪階級的壓力 就可以稍微減輕 公司新聞學長編譯